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对于日本驻堪培拉大使发动了非同寻常的人身攻击 指责他在一次外交活动中对中国发表极其不当的言论 美化日本战争罪行等 但是日本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并坚称两位大使从未发生过言语冲突 这一场混乱的外交纷争则是由十天前中国使馆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极不寻常的声明引发的 根据来自澳大利亚ABC的报道 声明说不久前在堪培拉的一次外交活动中 日本大使公然试图粉饰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中的野蛮侵略和暴行 声明这样写道 而声明继续说他被中国大使当场痛斥 邀请中国大使共进晚餐的提议被谢绝 中国大使馆的声明是在日本大使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 赞扬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第二天后所发表的 他表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一贯的有原则的和有弹性的方式面对巨大的压力 中国大使馆的声明则说这个演讲十分令人不快 并指责该大使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怀念 说二零一零年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就超过了日本 不幸的是少数有帝国梦的日本人仍然不接受历史现实 但是世界发展轨迹不会因为有人不喜欢他而改变 中国大使馆在指责日本大使时并没有明确说他到底说了什么样的不当言论 ABC要求中国大使馆提供更多细节 但是官员们只是说日本官员的演讲不言自明 却没有进一步补充表示 日本大使馆则告诉澳大利亚ABC 两位大使从来没有互相指责过 不知道中国大使指的是什么事 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还表示 日本大使在活动中曾经提到过大屠杀 当时是两位在以色列大使馆四月举办的大屠杀纪念活动上的发言 他简短地提到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到达安全地带的一些日本官员 但是没有提到亚洲的战争 或者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征服行动 发言人补充表示 如果中国大使馆的声明是针对那一次演讲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准确的表述 最近几个月随着日本高级政治家在从东海争端到中国人权侵犯 但中国人为敏感的议题上采用越来越强硬的语言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又有所升级 外交官采取了更为对抗性的说法 有的时候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 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中国国内激增的民族主义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 当几家课外辅导巨头代表在三月被教局与中国教育部开会时 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教学材料和内容将被视为出版物 并受到严格审查 参加会的人表示当时的代表们同意充分合作 但是解释说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教育 根据一位相关人士透露 提案对于教育当局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需要相当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监管审查 在上个月教育部还没有制定出详细的计划之前 国务院就禁止这一些辅导公司通过在课后教授核心科目来获取利润 中国国务院还限制外国对这类公司进行投资 就这样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行业就这样被颠覆了 消息人士表示史无前例的打击来自高层操除了教育部的范围 其目的也不是针对私营部门 而是只在整顿教育本身 这是一个来自国家层面的担忧 话语权意识形态需要由中央政府控制 在过去几年里课外辅导行业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 与国家的意图背道而驰 该消息人士这样表示 目前中国许多富裕家庭和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 都将家教视为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 而这个行业雇佣了数百万工人 其中许多人是兼职人员 希望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支付他们的大学学费 虽然有一些小型的教育公司在大流行期间破产或关闭 但是较大的在线教育品牌由于需求激增而扩张 获得了大量的融资 根据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普华涌道的数据 二零二零年一共有十三家中国教育机构公开上市 而文章分析指出市场是相当鲁猛的 中国政府现在发出的信号是教育需要与资本保持距离 过度资本参与会引发社会不公 而且与中国政府的一些理念不一致 相关人士补充表示 鉴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央领导层一直非常坚持对教育中意识形态的把握 中央政府就这样拉上了紧急刹车 如果政府不这样做 他们担心资本的恶行竞争不会停止 政策的制定总是有一个平衡的过程 我认为它会平衡回来 南华早报引述一位驻北京的政治学学者说 教育镇压属于习近平在明年党代会前 对于教育系统的重新设计的一部分 这将动摇中国政治的最高层级 这位学者表示 课后辅导有助于中产阶级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 加强他们的自我强化和实现 一方面北京需要依靠中产阶级来实现经济增长 但是另外一方面过于强大的中产阶级 也会成为对当局的挑战力量 两个多月前 有关于对该行业进行更严厉打击的传言 其实已经甚嚣尘上 内部人士表示 大多数教育公司在等待观察 也有一些公司在讨论如何进行过渡 而在此之前 当局限制了家庭作业 在线辅导直播时间等 中纪委则表示 国家要加强对在线教育行业的监督 让该行业处于管制之下 在六月教育部还特别成立了新的部门来监督课外辅导 习近平此前在二零一八年批评过课外辅导行业 说加重学生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违反教育规律 扰乱正常教育秩序等 尽管对课外辅导进行打击 但是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职业教育 这是二零二五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升级高科技产业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但是中产阶级家长一般不喜欢职业学校 新的打击措施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在周二在与九千多位员工举行的虚拟会议上 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服务公司TAL的联合创始人表示 裁减员工是不可避免的 而分析指出 中国教育的未来变革仍需考虑到市场力量 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外交政策的有关报道 在七月六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峰会上发表主持演讲 表示共产党愿意继续与所有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合作 与其他有北京主导的论坛一样 外交政策文章分析 中国利用峰会作为一个机会来促进自身的外交政策目标 包括建立不太自由的民主世界秩序 但是习近平在这已经是第四次举行的峰会上所传递的信息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重点是合作和发展 而现在中国则希望建立一个针对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集团 文章介绍演讲中还包含了许多中国官员常用的批评美国和盟友的套话 比如习近平提到了美国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行动 坚持认为各国必须共同反对任何从事技术封锁技术分裂和脱钩的行为 习近平一直呼吁其他国家避免形成政治集团 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除了我们没有别的人应该这样做 在主持演讲中习近平呼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不要通过小集团政治寻求世界霸权 但是外交政策文章分析认为 很明显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正利用这一次峰会 使其他国家与共产党的治理观点保持一致 呼吁各国拒绝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所提倡的治理理想 峰会上提出的联合倡议呼吁促进多边主义 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多边主义是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关键机制 同时它也将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列为各国应致力于的关键实体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协同盟友共同影响这一些机构 而美国在川普政府时期已退出很多国际机构的领导 外交政策文章表示 习近平认为目前的政治秩序是有期限的 中国共产党寻求与外国政党进行所谓更高水平的接触 北京认为其最好的前进路途则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识 而不是以美国或者是自由民主国家为中心的秩序 而外交政策分析指出 自由民主国家需要意识到这一信息的冲击力所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朝鲜相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韩国媒体的报道 人民军召开第一届指挥官与政治干部演习会的时候播出的相关镜头引起关注 金正恩的脑后贴着一块肉色的创可贴 根据来自韩联社的报道 这一次讲习会是在七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七号在平壤举行的 从金正恩出席讲习会发表讲话的镜头 可以看到他的后脑勺胃部贴了胶带 不少媒体使用贴膏药对情况进行描述 可以看到金正恩接下胶带的样子 而后脑部位则看到了一块黑色的伤疤 根据媒体报道 外界普遍认为这可能是保护皮肤摘除痘疮 或者是脂肪瘤等皮肤问题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 接下胶带后留下的黑色伤口来看 如果只是普通的病变 很少会出现方形痕迹 具体情况还要继续观望 除了小伤肌肉疼痛 也可以采取贴膏药的方式治疗 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 因为后脑勺一般不是贴膏药的部位 金正恩的身体总体来看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不是大手术 即使是做了手术 也可能是摘除脓肿之类的小手术 现在很难判断他的健康是否特别异常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有关的消息 外交部网站在八月三日发表声明 说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外交部新闻司就BBC设河南特大暴雨歪曲报道无理声明 向媒体驻华机构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其中说BBC的报道歪曲中国政府权力组织救援 当地民众奋勇自救的真实情况 反而是影射攻击中国政府 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 在报道引发中国民众不满后 BBC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问题 还发表颠倒黑白的声明 对于中方妄加指责 中方对此提出严正交涉 而说到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王毅在周二表示 有个别国家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挑拨离间 派出大量先进奸机四处挑衅 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搅局者 这里显然所指的是美国 外交部官网援引他在出席中国东盟十加一外长会谈时的讲话说 南海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 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破坏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良好局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频道的其他节目 我们情况下一个节目 我们期待并说点几时间 我们就试试了